好了,我们继续讲故事 刚才讲到耶鸿就剃了这个人 剃了耶洗别,继续下去 他们就回去告诉耶鸿听 耶鸿就说,这个就是应验到耶华直去扑人提斯给人 以利亚所说的这句话就说 在耶斯列田间救必吃耶洗别的肉 耶洗别的施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好像训练 甚至人们能够说这个是耶洗别 后面阿哈有七十个儿子,包括子孙 在撒玛尼亚,耶会写信信到撒玛尼亚通知耶斯列首领 长老和教养阿哈众子的人就说 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戏骸坚固成 接着这个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里 选择一个言能合议的 令到他坐父亲的位置 你们也可以为你主人的家来争战 他就很害怕了 彼此就说 两个王在他面前 尚且暂立不住 我们怎么能够暂立得住呢 那些家宰、城宰和长老 并且教养众子的人就打发人去见耶护就说 我们是你仆人 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听话 我们不立谁做王了 你怎么说怎么好 耶护就给他们写信就说 如果你们跟我听我说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就要将你们主子的首级 带到耶斯烈这儿见我 那时候王的儿子70个人 都住在他们教养的 那个城里面的尊贵的人家 那封信一到 他们就将王的70个儿子全部杀了 把全部的首级就装在窝里 送到耶斯烈的耶护那里 也有使者来说给耶护听 他们就将王的宗旨的首级都送来了 耶护就说将首级在城门口那里堆了两堆 放到第二天 那第二天早上耶护出来 站在那里跟众民说 你们都是公义无辜的 我背叛我主人把他们杀了 那这些人他是谁杀的 以为众人都是为神的旨意来效力 非他一人之力 由此可知 耶护说指着阿哈加所说的话 一句都没落空 因为耶华为借着他族的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 都承受了 凡是阿哈在耶斯烈所政得的人 和他的大臣 墨有祭司 耶护都统统杀了 没有一个留下 但是耶护起身就去撒玛尼亚去 在路上 牧人就剪羊毛的地方 就遇见到犹大王阿哈者的弟兄 就问他们说你们是谁 接着他就答了 我们是阿哈者的亲戚 现在就下去就问 王和太后的众子的安 就是若兰和耶洗别的众子 耶护就吩咐他们 捉了他们 跟随的人就捉了他们 就把他们杀在剪羊毛的地方的坑边 共有42人 一个都没留下 耶护就从那里前行 就遇见到利甲的儿子 若拿达 就来迎接他 耶护就问他安 对他说 对他说 你诚心待我 好像我诚心待你 若拿达就说是 耶护就说 如果你向我伸手 他就伸手 耶护就拉他上车 耶护就说 你和我同学 看我为耶华如何热心 于是就请他上车 若拿达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个基利人 就是摩西岳掌的后人 他就是信仰敬虔 依求子孙禁戒喝酒 坚持住帐篷过简朴的游牧生活 以免沾掩拜巴力的恶杂 他的子孙遵从祝福 直到二百六十年之后 犹大亡国 被神称许 拥有相多的影响力 并且与耶护熟悉 亦都支持耶护革命的行动 好了 到《列王记》下第十章 到了撒马利亚 把撒马利亚的阿哈加政方人统统杀了 正如耶华对伊尼亚所说的 耶护就招罪纵闻到他们说 阿哈侍奉巴力还是冷淡 耶护是更加热心 现在我要给巴力献大祭 应当叫巴力的众先知 和一切拜巴力的人 并巴力的众祭师 都过来我这里 一个都不可以少 凡是不来的都不可以生存 耶护就这样做 用鬼计要杀光那些拜巴力的人 耶护就说 要为巴力宣告严宿会 于是就宣告了 耶护就叫人走云 以色列传地 凡是拜巴力的人都到齐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就入了巴力廟 巴力廟从前面到后面都站满人 耶护就吩咐掌管礼服的人就说 拿出礼服来 给一切拜巴力的人穿 他们就拿出礼服来给他们穿 耶护和利教的儿子 约拿达就进了巴力廟 对巴力的人就说 你们看看 你们这里就不可以有耶护华的仆人 只可以留下拜巴力的人 耶护就和约拿达进去 他就献平安制和凡制 当然耶护一个人献制 耶护就先安排了80个人在庙外 吩咐说 我要把这些人交到你手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走 谁放他 一定要他填什么 耶护就献了凡制 就出来吩咐护卫衛兵和纵军长就说 你们进去杀杀他们 一个都不让他们走 护卫衛兵和纵军长就用刀来杀杀他们 把丝终砍出去 令到巴力廟的城和内殿去了 耶护献完凡制之后 就出来吩咐护卫衛兵和纵军长就说 你们进去杀他们 不用一个人出来 护卫兵和纵军长就用刀杀杀他们 把巴力廟里面的杀杖都拿来烧 也围围了巴力的杀杖 拆了巴力廟 用来做厕所直到今天 污蔽那个地方 夺绕了重建妙语的可能 这样耶护就在以色列中 灭了巴力 正是耶护就不离开尼伯的 耶罗博安 令到以色列陷在罪里面的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旦的金牛毒 耶护就对耶护说 因为你扮我眼中和人正的事 你照我的心意代阿克家 你的子孙必接触你的座 坐在以色列国位直到四代 长达九十年 是北国最长的朝代 只是耶护就不尽心 遵守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律法 就不离开耶罗不安 令到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 令到哈士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就是约旦河东 基列全地 从靠近亚乱谷边的阿罗尔起 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 流变人和马拉西人的地方 耶护其遇的事 凡他所行的 以及他勇力都写在列王的 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护和他的列祖都同事 葬在撒玛尼亚 他的儿子约哈士 就直接做他作王 耶护就在撒玛尼亚 做以色列王 就八十年了 好 我暂停在这里 回来再继续